在3月31的下午3点 在台东县议会第一会市举行 台东县科技救难协会成立大会 也在会中举行礼监视投票选举 来各位好朋友 无安 称门各位 这个顶地相助 我们都是志同道德的一群好朋友 大家都很有强烈的争议感 那我们启资社会 用资社会 那所以说今天能够成立台东县科技救难协会 非常感谢各位 那我们这个话就不多说 希望大家都以后在进任的时候 大家都尽量来配合我们这个协会 这个协会不需要还要做的事情 就是协助灾难 台风地震水灾火灾等 这个还有防灾的这个救防 尽量配合单位 像我们的上级长官消防警 他们会给我们他直接通报 那我们这个会议 今天3月31号就正式成立 经过投票结果出来后 台东县科技救难协会成立大会理事长 由潘志国担任总干事周炳和 潘理事长与周总干事 也期许未来及协会的同仁们 能在救难时 帮助到更多的人 东台湾新闻网 记者 郑玉宁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本人真正是有资格订报导 在资讯上 是有资讯的 并继续 权 帮助緊